在我们露营同时行政院同步三点钟 那公布的整个烈雷舰的一个报告 它举举意义跟国防部 那有极大的缺失 尤其有十大的缺失当中 包括成狼海军六艘烈雷舰 幸福造成射击炸弹的行为 耐心得特别指示 由副院长施俊奇所召开的调查小组 在今天下午举行记者会 这十项缺失包括第一银行 跟国防部各有五大缺失 等一下相关来宾继续来告诉我们 可是我们看国际的最新情势 我请教的是范世平老师 美国总统川普 他在十一月初的亚洲之行当中 极有可能打破前几任 总统到访南韩的重要的惯例 他这一回不去南韩的非军事区了 这是他上任之后 第一次亚洲之行即将要登场 我想请教 这个情势当中应该怎么看 如果现在在东北亚局势里头 包括今天美国的Defense News 国防周刊 他引述了说 中国不断地演练 轰炸关岛 而这个消息当中也说 过去在这段时间 尤其在一年了 日本的战机紧急升空 超越了 超越千次 来因应中国的战机 频频出现在日本的防空识别区 这一些讯息 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来 范老师 这次川普可以说是他就任总统以来 第一次首次到亚洲来访问 准备要到日本 韩国 中国 菲律宾 并且要到越南去参加APEC的高峰会 所以说当然这个行程是国际间 都非常非常矚目的 不过川普这次的确让大家很意外的是 他既然没有要到南北韩边界的非军事区 去进行访问 过去以来我们知道美国的总统到韩国去访问 到南韩去一定会到这个地方去 为什么 因为这个非军事区其实就是美军在负责整个的维安的 因为我自己去过 那个申请程序很复杂 你要先跟美军申请 然后他跟你到一个固定的地点去集合 然后由专车开到那个里面去 那里面的检查都是美国的这个宪兵进行检查 所以那里面等于是一个美国在韩国的一个所谓的特区 那因此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所以川普这次不去 我觉得可能有几个理由 就是他对于军方的掌控可能有问题 他担心军方对他的防护 达不到他的要求跟标准 那另外 我觉得这领会让北韩觉得很可笑 甚至来嘲笑这个川普 你怎么连这个胆子都没有呢 虽然我们知道 不断的公开呛金正恩 结果现在连南北韩的非军事区 你连去都不敢去 38度线竟然连去都不敢去 对 就是表示你没有这个勇气 那这你会让你的周边的国家 包含南韩 温赛英总统也会很紧张 你到底是会弃我们于不顾 特别是我们知道 就是说日本也会紧张 因为这次安倍准备要跟川普提一个议案 就是怎么样由日本跟南韩 加上这个越南还有这个印度 还有澳洲要组成一个联盟 要希望能够来对付中国的一带一路 当然还有就是在国防上的一个合作 但是竟然要看川普的立场 因为川普是说我已经放弃TPP了 我不跟你玩的 那现在日本人想要玩 要主导一个小TPP 那还是要看美国的态度 所以这次川普的态度是什么 还有就是川普跟习近平见面 会不会牺牲了我们台湾的利益 这我们也很关注 会不会有所谓的地私公报 即便没有地私公报 会不会在一些言谈上 对于台湾的立场会造成一些打压 我们知道之前的柯林顿访问中国的时候 就曾经想说反对台湾参加 具有主权性质的国际组织 这个当然就对我们当时 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从这次来看 我觉得亚洲国家 不管是南韩的总统文在寅 日本的安倍 但包括我们在内也都很担心 就是川普会不会有一些 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一些做法 因为他一向是一个做事情 并不是有一套的规范 加上他的这些旁边的这些重要幕僚 都一一的离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的 早知道这个时间有三个航母战斗群 全部集结在亚太地区 这也可以看出来川普的一个担心 他也怕就是说他到南韩去访问的时候 金正恩会不会这个时候忽然的 又轻弹测试 或者是又射飞弹到日本的海域去 所以我们知道从过去以来 大概在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中共对台湾文攻武贺 美国有两个航母战斗群到台海 我们看到前一阵子 美韩的军事也最多是两个航母战斗群 现在三个航母战斗群 因为台湾文战斗群不是只有一个航空母舰 它有旁边的护卫舰 还有潜艇 对 还有各种的运输舰 好 等等等等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大的一个战斗群 那三个战斗群 我们正怕这个东海海域 可能会塞不下这么多舰支 这你看出来就是说 这次这个川普访问亚洲 他的确他自己的这个安全的问题 他是非常在意的 也因此他不到非军事区是有这个可能 那另外就是大家看到的就是说 最近这个刚才所谈到就是 中共是不是把这个关岛 作为它一个轰炸的一个演习的家 说中共最近频频在演习 轰炸关岛出动式轰6K 对 好 那另外当然就是不断的 从这几年来 不断的在这个到钓鱼台海域 迫使日本的智慧队临时升空的这个情况 我觉得这个当然透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习近平也很清楚 要解决台湾问题或对台湾动武 真正要打击的就是避免日韩的 美国跟日本的介入 因为他认为这个如果介入会影响 他如果对台动武的一个可能性 那关岛刚好是这个美军非常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 我们这次蔡总统要去访问这些友邦 也会过境关岛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当然中共如果真的要对台动武 他势必要第一个防止美军 这个防止美军第一个当然是关岛 第一个当然就是琉球基地了 那琉球又有日军 所以他要让这两个美日两个地方的军队 暗兵不动 他才有余力来对台动武 所以我们其实他也看到就是说 日本这几年不管安倍上来以后 他积极的包含像集体智慧权也好 或者他强调的就是说 日本在整个军队在国际上扮演的角色 越来越重要 包含我们看到了 他的这个在非洲的国家 做了很多的这个参与雷合国的维和 另外日本现在在这个去年 他在距离台湾很近与纳国岛 他也成立了军事基地 与纳国岛距离台湾非常近 肉眼可以看到我们的中央山脉 那在那边住了一单一千个 这个所谓的雷达的部队 当然主要还是监控的是台海 因为对于日本来讲 台湾海峡是日本的一个经济命脉 日本的石油 日本的石油是靠台海 从中东运到这个日本 所以对中国来讲 他一定要在这个地方 第一个他也在试探 日本你到底现在在整个 这个从琉球一直到 这个宇纳国岛这个地区 你的反应能力 然后还要测试 美军在关岛的防御能力 所以他不断来做这种方式 不断来在测试 当然他也在预估 如果有这天到来 他要怎么样来做应益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 中共的战军机绕台 或者航母绕台 会不会成为一个常态化 我们看到在十九大之前 已经不断在进行 那未来他也要做这方面的 更多的测试 还有就是国军跟美军 跟日本之间 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 他也要了解 这背后到底在玩什么话招 是 非常谢谢范老师 这到底反映出什么样的形式 因为在川普即将启动了亚洲之行 这几个国家包括有日本 包括有菲律宾的同时 当然还包括南韩 其实我们看到 F-35部署在冲绳的同时 美军陆陆续续在这一周开始 要派遣有十二架F-35逆终战机 他们派出在犹他州 在希尔空军基地的 第34战斗的中队的 有三百名的飞行员 通通都在一起要进入在冲绳的 加首纳基地 这是空军版的F-35首都 部署在这个区域里头 所以这个地方 我就要请教是张大哥的事 因为搭配在川普的亚洲之行 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好奇怪 他即将要去造访中国来者是客 可是这个时候 来自Defense News 来自美国的国防周刊 这时候怎么会释放出一个消息说 中国不断不断去演练 要轰炸 关岛 这个消息我们应该怎么看 而且释放出在这段时间里头 日本也不断地升空 要去迎击不断可能在进行演练的 中国的苏海27战机 他说过去一年当中 这个次数是非常非常频繁 在这讯息当中 我们应该怎么看的张大哥 我们先从刚刚讲的Defense News 所做的报道 这真的蛮吊诡 就像刚刚小雪你提的 我今天到你家拜访 应该在伴手里 我怎么带了一个说你要打我的讯息 就是我公布的讯息是说 我今天川普要到中国访问 可是我公布的讯息是说 你在对我的广告 因为这是来自于美国的 所谓的国防新闻网 这是来自于美国的消息来源 所释放出来的 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那配合刚刚提到说 川普这次到了38度 不去38度现访问 这都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先这样说 川普不按牌力出牌 但是我们这样想 配合了三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同时出现在西太平洋 尤其是集中在东海 还有那个朝鲜半岛这些海域 这在做什么动作 第一个动作是 我们讲保护川普的安全也好 其实美军一直在做 某种种的武力展示 军事上有一个东西很重要 就是出其不意 三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刚刚范老师有提到 这三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不是只有航空母舰而已 它是一个很大的战斗力量 这么大的战斗力量 不足在这个地方 它出其不意 什么对谁出其不意 可能对北韩出其不意 也可能对其他的争端出其不意 这是重要的一个部署 当然也是对川普来讲 我现在去你国家访问 我提供一个武力的后盾 好 在这个时候 他还提出一个说 中共不断地对关岛 做所谓的攻击的演习 那我们先看看关岛什么地方 关岛在所谓的第一岛链 跟第二岛链 它具有一个很重要的 叫战斗前缘跟补给战的位置 我们来回想一下 大概在八月中的时候 北韩公布了一个作战计划 说要对关岛海域 打四颗火星蛇号的飞弹 接着没有多久 他们就在飞越日本上空 在日本海 在打了一个超过2700公里的 火星蛇号飞弹 这两个合起来都是面对 准备要打关岛 关岛那个地方 有很重要的美国空军基地 叫安德鲁空军基地 按照美军它有部署 他们所宣称 他们所讲的 安德鲁空军基地 有400架一项的美军的战斗机 像刚刚提到F-35 其实在关岛已经部署了 之外还有三种很重要的战略封炸机 B-52 B-1B跟B-2A 这些战略封炸机 按照美军他们整个所谓的部署 他们讲说 在12小时之内 可以到达亚太任何一个地区 是在1996年 第一次波万战争的时候 美军轰炸伊拉克南部的B-52轰炸机 就是从关岛起飞的 好 这么强的一个战斗部署在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海军 还有一个海军基地 海军基地大概可以部署 除了航空武器战斗军队部署 还有将近五十几艘 包括核动力潜艇 这么强的一个战略位置 对中共来讲 它当然要视为打击对象 因为它一旦摧毁了 关岛的作战力量 那美军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枢纽 就完全状况都不同了 好 所以在这个时候 美军反而 美国Defense News反而说 你们常常在演练打我这里 好 这个常在演练这件事情 我也要告诉你 我也有准备 对 所以它在同时部署 但是中国是不要命了吗 你敢轻举妄动去攻打关岛 不是 它这个是有根据的 它这个有根据 这是有根据的 我误一点 从2013年的 那一次是习近平就任的 他们的十八大的时候 公布了中国国防白皮书 开始第一次的 中共的远海长逊 远海长逊 它绕到 飞到宫谷海峡 跟琉球之间这个海域 然后我们台湾这讲 到了换蔡英文政府上任的时候 说怎么绕着我们飞 其实那是2013年飞到现在的 它从巴士海峡往上飞 飞到我们的东部 沿着宫谷海峡往上飞 飞到东海 沿着宫谷跟宫谷这边 那飞到这边什么意义呢 第一个它的飞机机型是轰6K 轰6K是次因素 次因素轰炸机 我们从日本到台湾 我们的防空系统一下就打下来了 所以轰6K本身一定要配一个东西 叫做长箭10或长箭20 长箭10的飞弹的射程距离 是1500公里到2000 长箭20据说可以到2500 那个是还在研发当中的 当它飞到宫谷海峡这个区域的时候 它的射程目标可以达到的基地 就叫做关岛 所以它整个演练的边砖 包含它的图示的征收机 包含它的空中加油机 都会合那个点 而那个点 了解台湾防卫的话 那个点通常就是要主却台湾得到 盟邦协助的位置点 所以他们那个点是有一些战略的 而他演练已经演练到现在已经 四五年的时间了 你知道蔡英文总统这次出访 过境也要到夏威夷跟关岛 他刚好是避开美国总统川普 因为蔡英文总统是10月28号 他是出访这个太平洋友邦当中 有走访像是马少尔群岛 还包括这个土阿鲁跟索罗门群岛 他今天时间是在索罗门群岛 也特别提到 如果要特赦沉水扁的话 只要社会有共识的话 事实上他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 当然这次过境地点敲定 就是由美国的夏威夷跟关岛 一般预测 11月3号 美国总统川普的亚洲之行 刚好来到夏威夷访问 当然有人说 那川菜会有可能吗 当然这个机会是非常渺茫的 这个外交部说是不可能的 所以从这个情势当中 张阳哥你怎么样还要继续补充 我想把中共的轰6K战机 刚刚就去帮定宇再补充一下 轰6K战机其实是一个很老旧的战机 是中国国机国造 他们建国刚开始的第一个 属于的运输机 第一个 得到苏联很完整的技术转移 那我们想想看那是什么年代 1950年代 1950年代飞机到现在 那个概念跟设计都是非常非常旧的 所以刚刚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旧的载台 刚刚讲说 我们前阵去年 19大前中共公布了一个影片 他轰6K战机的一个队长 在飞的过程中 我们F-16在旁边秀飞弹 我说真的 那个真的只是跟他讲我们在而已 以我们防空能力 不用到这个样子 不用到看到 哥们不用派飞机上去 就可以把这个轰6K的战斗能力完全击毁掉 所以他们在这个载台上 他配的很重要 刚刚讲的长剑10号 长剑是什么飞弹呢 是中共所研发的巡异飞弹 他们常常讲是中国的战斧 美军的战斧飞弹 中国的战斧 那它是空射型 通常巡异飞弹空射型可以射的比较远 所以它如果从空中发射的话 依照那个长剑10号的规格 从1500公里到2500公里中间的话 它如果经过长海 绕台到了台湾东岸的时候 它的确就可以勾到关岛 不过要讲一件事情 我们回想一下前阵子 川普对叙利亚的一个空军基地 发动一个那个就是 攻击军异飞弹的攻击 打了几枚 五六十枚 是 才能够对一个基地产生某种程度的瘫痪 那如果今天中共 它要用轰流带着长剑10号 甚至长剑20 要对关岛产生很严重的破坏的话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要小看美军 拦截弹寻衣飞弹的能力 也不要小看美军的很多反制作为 今天这个 我想有趣在哪边 美军在这个时候 发布这个新闻 说我知道你在演练 可是知情的人会去分析 他这个演练的人力到底有多少 其实某种程度 也是川普带了一个伴手里 跟到中国讲说 我知道你们想做什么 我们也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我们刚刚讲三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他们难道不能起飞拦截洪流吗 当然可以 所以川普某种在整个局势上 他也把整个局势摆好了 所以我们后面可以看 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看到路透社在昨天有一个独家报道 他说纵使美国总统川普 到现在还认为跟北韩协商是浪费时间 但是国务院的高总官员他们认为 美国现在正低调跟北韩在进行外交对谈 那官员认为说 北韩的一个政策的特别代表 事实上他们长期跟北韩驻联合国大使 一直都有接触 那有接触不代表不会开战 所以现在局势一直一直在滚动当中 只不过在国内的最新消息 就是在今天有关烈雷剑的部分 我想请教的是文志 烈雷剑依照行政院今天所公布的 十项缺失分别在议营跟国防部的部分 可是我发现的是 马政权所留下的几个案子 从大巨蛋一直到烈雷剑 怎么在法律层面当中都出现这种疑似超完美切割 可是从政治层面 这个政治烂摊子又必须要让2300万民众来共同承担吗 昨天我特别引述了文志所讲的 他说此时不解约要怎待何时呢 何时呢包括了录音的部分 包括姚文志特别强调台北市政府内有没有也有一个李树德的角色呢 我想请教你凭什么认定要解约 现在对于台北市政府来讲 解约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吗 来姚文志 当然站得住脚啊 我先给大家看几个关键的转折 昨天我提了几个关键的转折 一个是2004年的9月20号 马英九跟赵腾雄的密会 三天后李树德就去开会 那开会就减少了远雄应该付的 就是他1%的权利金折算大概30亿左右 也就是这个合约的过程 透过那一场李树德他主持这个会议 说不要敲啦 敲所有的可以让远雄更好康 在马英九密会之后 那2016年的8月 现在有记录是8月3号 但是8月3号 柯市府的说法其实并不一致 远雄是说8月中旬 这个发言人林赫民 当时的发言人是说8月中旬 但是市政府最近公布是8月3号 他也有一个这个黑箱的 让大家不晓得你在谈什么的 现在告诉大家说是柯文哲把远雄骂了一顿 说所有的这个所有的都是你惹的 都是你太贪 但是呢在稍早之前包括林赫民所说的 包括远雄的新闻稿 统统不一致 那所以我要求的是说要把这些密会 要能够摊开来 因为柯市长上任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大家都非常支持他 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叫做公开透明 那我们是在讲说 大家知不知道 但是你必须要清楚交代 你为什么认为一定要解约 凭什么要解约 我等一下再讲 要交代的这个密会 真的非常多 柯文哲的现在有两场 那到底有几场 不知道内容是如何 现在好像大家说法又都不老 时间呢 有一个报纸还报道了 还另外一场 那到底也没有看到市府更正 那到底是怎么样 那原来所标榜的 这个公开透明的这个价值呢 那要不要让全民知道 那现在我们知道了 我们这个大巨蛋拖了那么久 这中间当然要解约不解约 要不要盖 要公安的问题 非常复杂 对不对 不是我一时半刻可以说得清楚 但是有一个关键 这个关键就是 这是 现在已经查出 包括李树德 他是被依贪污制罪条例 求刑十年 对 他中间是非常具体的 这个查出他 违反了这个处参法 或相关的法令 如果当时的录音带 现在把这些事情 离青了一大半 那现在这几年来 有那么多人曾经跟远雄交涉 包括市长有参加 包括市长的办公室主任 包括副市长 这中间的过程 我们从媒体的报道 有时候你还 有时候你 我认为说有时候你非常民粹的 你去骂远雄 所以是顽固老人 你喝酒 因为这与这个事情无关的 其实很多的口水 再来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 这个中间过程反反复复 尤其最关键的 就是这一场密会之前 在2016年的9月 所有人都认为说 柯P撂了狠话 如果我们要的条件 如何如何 没办法照做的话 我们就要解约 其实解约是谈了非常久 不是我讲的 所以我现在第一个厘清 为什么我们这个过程 那难道柯市府上任以后 不是认为说他是弊案吗 那不是认为说 这是在擦屁股要好好解决吗 不是认为说 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起人疑斗 监察院已经 监察院的这个报告 已经有指出34项的缺失 其实就是包括 现在调查出来的 水落石出的结果 那在那样的情况下 所有的这个过程 为什么不能够 非常清楚地让大家知道呢 内部在瞧什么呢 常常 媒体的报道 常常会面是在利用市政府的夜间 大家下班之后 那没有留下记录 或者有记录 现在也不清不楚 或者有记录 其实并不公布 而是等到一年后 大家知道我刚刚讲的 那个8月3号的记录是 2017年的最近 10月份才公布 而是去年 已经隔了一年又一个月 那这个公开透明 这个黑箱作业 是我们过去期待的 这个科室长 这里面就让 其实我觉得真的 真的应该要把 包括如果有录音带 或者这个中间的过程 能够一致把它讲清楚 其实我要讲一个问题 真正去考虑这件事情的本质 也就是说这个工程 还有我们市民的 这个我们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的土地利用 我们的交通环境 或者是我们的体育发展 或者是我们整个都市 在光复南路或者是 光复南路跟中校东路 那块区域的发展来看 它需要的是什么 如果你真正在这个角度上 去考虑市民的需要 以及这个城市发展的需要 而不考虑政治 不考虑2018年马上要选举 不考虑这个中间 会牵涉到什么人 不考虑政治 不考虑选举 其实就是不考虑民粹的话 这个案子已经非常清楚了 从这个 你的好朋友陈其迈 昨天坐在旁边说 这是个comma sense 会有这么难处理吗 姚文智一针见血 点出了非常多的问题 他刚刚讲到一段 如果不谈选举 不从政治层面 从一个台北市民的话 他认为不难做出决定 可是你有没有觉得 刚刚文智在述述的过程当中 跟这两天 王定宇在叙述这个烈雷件案 跟黄国昌在追这个烈雷件案 你不觉得很多雷同 录音在哪里 有没有很多密会 有没有要公开 那这个马政权在核贷 这个349亿 六艘的烈雷件 给庆赴造成公司的过程当中 又牵涉到去年的2月4号 205亿 现在说 曝险 十多家的银行曝险 多达250亿 今天的最新的调查报告里头 行政院说呢 将马英九的陈情信 因为金管会主委 顾立雄今天特别提到了 的确有两个密件 由行政院转到的金管会 为什么行政院直接转到金管会呢 我一去查之后 当时的行政院长是谁 当时的金管会是谁 而当时跳过的财政部 我们知道在马总统的 后任的财政部长 这个人叫做张胜和 那为什么跳过财政部 现在行政院说 把马英九的陈情信 送检调来调查 同时易颖的董事长 蔡庆年撤职 这今天三点钟 这是由行政院的副院长 他所召开的 斯俊奇所召开的调查小组当中 所公布的几个精髓的结果 这个地方我请教 是这个文奇 民主会问的是 怎么都是一堆政治的烂摊子 可是似乎可以做到 超完美切割 是不是应该要公布 更多更多的内容 那文奇怎么看 我想说相关的案子 等一下我们一起讨论 就是当然我们希望 这一次的检察官的办案 基本上就是 一定要误网误众 但是我要强调 为什么我们之前 会说要提倡私改 那就因为检察官的烂数 一直到法官 那定案率很低 所以现在是起诉 我觉得当然有合理的怀疑 所以我们相信 检察官的一些专业 但是后续的东西 我们当然希望它水落石出 否则各位也还记得 之前我们所谓的 815的大庭店的调查报告 那个报告基本上 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重点 所以我们希望 因为今天我们在录节目 我不知道三点钟 施俊吉 傅格奎 他开的时候 他有没有讲出真正的重点 好像他说五个 两边都各有五个缺失 我的意思是说后续他要怎么做 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一直在说 是不是马英九的相关的什么 以密件的都这个公文流程 怎么样 有没有图例 其实我想因为我待过行政单位 其实这个答案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问说现在蔡政府的 这个所谓的总统府 怎么样去处理类似的案件 这种东西一般两栋也因为照我们 待在行政部门的一个经验 基本上该处理就该分案 因为业友有业管 各自的全职房 你要回答我 我再回答给成情的人 所以这个部分 如果我真的合理的推断 我如果真的要做坏事 我不用留下白纸黑纸的记录 所以我说我们现在看类似的案件 是不是以密件 或是用同样的方式 总统府现在是怎么处理 再来就是我刚才要特别强调 就是说你看完了以后 就是说我们知道之前的很多的案子 不管是所谓的永峰案 照峰案 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那这一次他真的大动作的做 我就希望我们的蔡政府 做给我们看 他到底怎么样去解决 虽然你身为曾经国民党文传会的副主委 曾经担任发言人团队之一 但是你这位误网误众 不分难律 列列列列列案就是办到底 如果说真的马总统有乱搞 对不起 请打他一枪毙命 接下来我要讲到所谓的大巨大案 其实我觉得 我一直强调 为什么要误网误众 所有李素德讲的资料 跟我们所谓的之前的连政委员会的资料 我觉得就拿出来公开被检验 因为李素德有李素德说吧 因为其实很有趣的一点是 根据李素德的说法 跟北检现在起诉的 对不起 我之前在上一个节目 那你认为检方该不该相信 李素德的说法说 没有高层 都是他一个人去主导 营运权利金 违约下降 包括地上权50年可以租让 你觉得身为一个台北市政府的财政局局长 他一个人可以主导 可以做这个决定吗 我觉得这个实物上 所以我说要被检验 各位如果我们用同样的案子 我才强调说 如果李素德乱搞 对不起一样请一枪毙命 可是如果你看相对应的一个案子 高雄的一个巨蛋案 他也是 因为我们的权利金分为两种 开发权利金跟营运权利金 所有的白纸黑字的那时候开会的整个的流程 我的意思是说 那个除非我们检察官是吃 就是吃清饭都是笨蛋 否则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东西证据要 你要让证据会说话 取得证据不难 我要讲的就是说 你看看现在 所以我才讲说 如果真的贪官间 我引一句周星驰讲 贪官间你要比贪官更尖嘛 那你现在检察官你要以礼服人 你要告诉我所有的问题在哪里 否则如果以检察官现在 我不要说他看一个眼睛生一个子 8月16号马英九去到地检署的时候 去说明的时候 如果真的有问题 你不用用他这样就把他压起来 我的意思是说 今天我不希望类似的案件 变成是一个政治性的一个案件 但是你要有充分的证据 怎么动不动可以压人 没有 所以我就说 因为他现在另案侦办嘛 来我们现在最新的消息 我可以稍微讲一遍 列雷剑现在最新的状况到底是什么 可不可以补罪 因为如果你以李树德 资于马英九的重属关系 这样会毁别掉 为什么说他就事论事 张花冠的妹妹跟张花冠什么关系 不是也发生异案 可是这种没有错 有的意思是说 你今天在办类似的案件 我觉得台湾如果要走向民主法治的国家 真的就应该要这样 所以我们需要强理判斗 一个财政局局这样 可以做这么大决定 一句话就好了 李树德跟马英九没有必然关系 马英九还在查 但是李树德被起诉 对不对 但是李树德最后会不会被判刑 跟解不解约 其实也没有必然关系 因为李树德做的这些事情 包括监察院的报告 包括招标公告 包括营运合约书 包括我刚刚所提的相关的法令 其实都已经构成了政府 作为甲方解约的基本的扩托要件 来来来 跟我们check一下 这个是未来 这个是 对不对 这个是未来要参选台北市长 他是有备而来 姚文志 现在如果DPP跟柯文哲 极有可能要分家 有人说国民党有希望 现在大家 蓝绿以前说都在抢柯文哲 连国民党要抢 但是姚文志说真的 他长期努力 他是有备而来 列雷剑的部分 来 王定义 现在最新的结果到底是什么 重复后我就不讲了 马英九发了两次函 给行政院的秘书长转金管会 可光这个动作 秘书长 当时秘书长是谁 简太郎 OK 简太郎 就光这个动作 我还不会直接认定马英九 去关缩列雷件案 他可能是代转民众陈情 请业管单位处理 我先客观这样讲 这里是合理的 今天行政院也没有去讲 马英九这一块 他只把这个动作讲清楚 你听清楚我现在要描述 现在这是新的东西 那也许记者会没有把它讲得很清楚 这个庆赋为什么要找马英九 拿不到输出许可 为什么拿不到输出许可 没有钱 没现金了 为什么没现金了 因为没有银行要借他 没有银行要连带 兆风拒绝 台银拒绝 何故拒绝 走投无路了 所以在八月份 跟马英九陈情 马英九把这个陈情 发了两次信 下到行政系统 请你们妥为处理 妥为处理之后 诡异的资情在后面 当时 简太郎第一次开会的时候 是九月一号 你看他八月份陈情 九月一号 简太郎就收到总统 2015年吗 2015年九月一号 总统府正式发函给行政院秘书长简太郎 简太郎呢 那个收到的信里面还含附了庆赋的信 那他寄了庆赋的信之后呢 还告诉他说 请你好好处理 还要含附本府 那简太郎收到了之后呢 他一共开了 最起码开了两次会 我们现在看得到会计记录 第一次会呢 是在收到这个信的时候 他找了何库 他找何库来写说 那你何库不要帮他连带 何库总经理说 就是整个评估 就是庆夫不能借这笔钱 已经评估过了 就借了根本还不出来 他就告诉警方说 报告秘书长 我回去跟董事长报告 回去 回去就没消息了 那庆夫又继续陈情 第二次是在12月 那为什么12月要开呢 因为义银说好 义银 蔡庆典说让他来借 而且他来借 今天义银被册职查办 蔡庆典为什么被册职裁办呢 所有银行不借 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 你的资本额5.3亿 要借250亿 他还生在250亿 你的资本额不够 你最起码要抬高 你的资本额到40亿 就你知道义银做了什么事情 义银自己拿钱去补那40亿 我借钱给他 把他资本额垫高到40亿 这么好啊 来骗其他的公股银行 义银是公股银行 对 所以就 他拿 让他补资本额补到40亿 这是假的 所以现在乍大胆在办这个 假的骗谁呢 骗其他8间公股银行 说 文奇现在已经有40亿了 那有在办蔡庆年吗 有有有 蔡庆年现在被册职查办 好那这个钱就 经过这样子 他们就要开个会 说要来拜 就 现在才发现会是谁着急的呢 不是义银蔡庆年的 他是主办方 我相信我们子家就是 金融界的老将了 主办银行要约参贷银行 要提供 info memo 要给他们看基本的资料 那你们参贷意愿等等 结果在 政党轮替前 选举最热闹的时候的 2015年12月份 201512月 简太郎 把银行找来 超开个会 在 为什么呢 因为 义银说其他的公股银行 参贷意愿不高 欣赴也承勤说 义银要帮我办连带了 但是没有人要参加这个连带 我在这个前面讲过 何库 台银都已经正式发案 写了好多理由 不移 赵丰金是连续三次拒绝 就在那次会后之后 原来是在2015年的 12月开了那个协调会之后 才做一个决定说 好吧 他现在没有输出许可 等输出许可出来 再来同意 你知道那时间多几迫 12月开协调会 隔年的1月16 落马公司输出许可才来 然后2月少就放了 205亿给他 所以这个过程 签约 签约 就核贷205亿给他 签约 所以这个过程 那个急迫 跟那个协调 超过连带银行的部分 是今天公布的新的资讯 所以这个部分 跟马英九有没有关系 我没办法连结 但是至少在简太郎 这么热心去协调这个 完全忽略的风险评估 跟公股银行钱放出去 收不收的回来 这才是一个重点 那现在这回 又是简太郎一人主导吗 来来 这金融专家 因为我刚刚把整个的报告 全部看完了一遍 这十个缺失 这个整个事情的时候 当时副总统是谁 当时吴敦毅先生当副总统 吴敦毅是高雄出身的 吴敦毅先生跟这个 庆富本身是好朋友 可是子佳哥 我先跟你报告 你先听我讲完 庆富的老板跟民进党 对对对 他来临时都很好 同领商联 一定两边压 当然 我们先不要急 那是高雄银行的必要问题 我们先谈这个整个连带 到底怎么回事 第一银行身为一个官股银行 它是官股董事 有官股代表表决的 他没有国库署召开 公股小组开会 然后交代你这几个董事 怎么去开会 蔡清廉一个人不能做主的 他董事长 他只能召开会议 他跟简太郎开会没有意义 一定要布含 要布里面请国库署 由部长直接签署了 以后我同意要带放这个款 但那个公文可能不会出现 所以这个事情后续会有司法教材 刚刚定宇讲的那一段 就是2016年 他三次 第一次找了赵峰 第二次找了台营 第三次找了义银 找了义银 何库是中间 何库是中间 何库是因为简太郎开会的时候 叫何库跟义银同时来做年代 那个时候总经理去呼隆他一下 跑掉了 落跑 所以这个我现在讲前段的协调程序 我跟你讲法定程序 这个很务实的吧 法定程序 公股银行法定程序非常单纯 因为蔡健宁 蔡健宁是当过国库署的署长跟副署长 我在台开他就当国库署署长 这个人非常保守 他不可能自己去干这个事情 而土地银行的董事长 不是也担任过国库署署署长吗 这些土地银行没有 蔡健宁 他们都寻找门 蔡健宁是当过 所以现在国库署署长 不敢去办自己老长官吗 不是 我现在讲是程序 我现在讲是程序 程序就是说 这个要放款的程序 一定是国库署要召开会议 一定是部长的批核 因为这200亿的贷款 不可能说是几个人就放掉 所以就变成公股的董事 当时要派 比如我当公股董事 要公股小组开了会 做了会议记录 所以一定有会议记录 这个顾立雄讲的是不对的 这个会议记录 公股小组开会以后 他拿到董事的 这个函 明天我就开这个董事会 有讨论案通过 就放这个205亿 这有个程序的 公股银行的代表 公股银行代表 就是公股的银行董事 那个是公股小组先开会 公股银行董事 根据会议记录 才能去做表决 讨论案一定要表决的 现在可以研判 该移送 哪些单位跟人 我现在讲 这个东西 这个整个是个大骗局 你不是光看银行的炸带部分 你要从国防部开始开标 这是个骗局 这整个事情是 没有必要买的一批船 讲简单一点 我民进党的国舰国造 是什么东西 是买潜艇 我买这个干什么 我们的老 这个叫扫步雷舰 它现在叫裂雷舰 很好听 现在如果共军 这两个专家在这边 今天中共部队 要封锁台湾的话 它不用放鱼雷 它导弹就把你封锁掉了 这很容易 讲到关键 所以根本不需要买的东西 非常 这一批公布队都没有传 可以钢口部雷 没有把这一批 列为国舰国造的主要关键性的案件 其实没有 但是当海军 没有把它列为指标性的案件 谁把它提升到关键性的案件 这个是不讲的 来 我们持续关注 非常谢谢各位 我们再会了 拜拜